定期運動就可以保持身體肌肉的力量 有助平衡和協調 即使是一些簡單的運動 都可以減低到跌倒的風險 我們接下來的題目就是 落寧運動 積蓄無憂 我們有請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香港急症科醫學院院士 郭永康醫生來跟大家分享 有請郭醫生 好 先謝謝大家 那麼再說吧 其實人生的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目標 大家記得小孩的時候 目標是何時吃飯 何時去玩 年紀大的時候 都是想著何時可以玩 爸爸媽媽何時買一部遊戲機 再大一點的時候 就看看能否自己抽到一部 30年限量版的遊戲機 或者再大一點的時候 就想著怎樣上車 我想說的是怎樣置業 好了 去到落寧這個階段 其實工作又完成了 好了 有兒有女 其實那些忙碌的東西已經沒有了 剩下了甚麼目標呢 其實是反路頑童 最主要是吃飯而已 但有吃飯之外 也有一個要求 你要有得選擇 大家都記得有個名人說過 有得選擇才是老闆 那你要做到老闆的 那你起碼都要走到去選擇 譬如大家好像拿到 大家都拿到 那些落寧人士都拿到落油卡 那我兩元都可以有得選擇 是走去搭巴士 還是走去搭地鐵 我可以去選擇 為了這幾天放假 我可以留在那裡洗錢 或是水消費 那你也要走到才行 但很可惜 你一人一跌倒 就是走路的天敵 其實跌倒在小孩的時候 基本上嬰兒開始學走 基本上都經常跌 那他要跌才能學到 好了 到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到青年的時候 其實都要跌多一點 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做中年的時候 就早準備 可以抵受到 不同的人生階段跌倒 但是去到努力 去到我們落寧的 大家落寧的我還沒去到 這個階段 不要了吧 不要再跌了吧 跌一跌也不是開玩笑 好了 跌倒其實 但很可惜 在長者來說 比年齡層更加容易跌倒 其實當然是大於65歲 我們當然有些數字 計算了65歲的時候 基本上有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人 就會跌倒會受傷 通常在室內 就正如大家古龍的小說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家裡最危險的地方 冬天就會變得多了 現在開始入冬了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天氣冷了 會穿多點衣服 人開始漏爆就會很容易跌倒 另外當然香港有些數字就是 65歲 住院的人士裡面 原來有9.9% 真的一成人 是因為跌倒 自己有骨折 而這些跌倒 軟組織受傷就有三成 好了 在一成 在一成裡面 跌倒骨折裡面 其實大概有2%左右是寬關節骨折 而這個骨折也有研究 骨折是死亡率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一個研究是寬關節骨折之後 他一年裡面 那位病人的死亡率是高到2成7 其實也很嚇人 就算他不過身 他有一半的病人 他的功能 身體功能都會很大受影響 因為寬關節 因為他走不到就有痛 除了跌倒 除了寬關節 我們最常擔心之外 也有其他骨折 你可以是上臂骨折 即是雲骨 盆骨 椎骨 背脊骨 以及前臂骨 即是腰骨 通常都是手腕 好了 最主要是長者 長者跌倒之後 他是受傷後骨折了 他受不了受傷前的功能 去不了活動的水平 而且他跌倒之後 他會很害怕 心理上會有一個 好像一招被蛇咬 他一招怕草成 他會很害怕會再跌倒 所以他會做一些行李 或者會有些 我們叫做社會錯誤 即是他不太想出街 他怕出街又跌倒 他會開始避免自己 甚至他有些 以前可能做一些活動 譬如他可能以往去洗衣服 他怕跌倒 所以他不去做 盡量避免 但是活動一開始避免 人就這麼壞了 你一不動 他的關節 肌肉不動 他就會開始流失 大家好像 不知道大家會否像我這樣 在家裡煮飯 用生鐵鑊 生鐵鑊 為何會有些黃色的生鏽 為何 即是不用得多 你一不用他就會生鏽 怎樣才能防止 就是用 一樣同樣道理 關節和肌肉都是人體 你不用他就會開始縮 關節開始緊 一緊了一縮的時候 活動能力和平衡力又會差 一差的時候 又會更容易跌倒 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就是盡量維持長者的活動能力 老老實實 反老頑童這件事暫時來說是沒有的 但我們只能怎樣可以盡量把這個衰老 盡量去延慢 減慢他而已 還有盡量希望在年紀大的時候保持活動的能量 好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是單單一個成因 而他有時是幾件事混在一起 其實最主要是不能避免的生理因素 因為年紀大機器壞 更鋒利的刀 你也有三瘦一日 那開始時力開始會差 看起來開始模糊 那些關節真的開始會緊 那肌肉鬆弛 他有時真的會差 這件事真的沒辦法 就算有時練習 我們只能減慢了他這個退化而已 另外年紀大就會開始有些不同的病 可能開始有糖尿血壓 或者有柏金順症 或者老人痴癌之類 那些病都會令身體的協調 以及肌肉的能量會差 會容易跌 亦都是因為這些病 去看醫生會有很多藥去醫治這些病 而這些藥 無論它的症作用 或者它的藥物的副作用 都會導致長者會容易一些病 譬如糖尿藥 有時他吃了 不知道可能不會吃到糖尿 低了也會容易一些 或者很簡單的傷風感冒藥 有些吃完眼睡 老人家都不知道 都會很容易病 另外就是一個心理因素 有些老人家 就是經常免懷過去 我以前有多威風 以前有多風光 很厲害 覺得自己年紀大了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都可能自己爬上梯 或者爬上桌 所以換燈彈 覺得自己做到的大問題 就是想不到自己的年紀 自己的能力開始差 我想大家都記得電視 之前有個電視廣告 跟車跑步 我要過馬路 要跟車鬥快 我以前是短跑選手 五十年前 另外就是環境因素 有時真的不跟人 有時真的是外在因素 我知道有些長者 因為年紀大 又怕經濟問題很節省 有時省電 家裏就裝了一盞燈 希望節省一些電 但是到天黑的時候 有時照明不夠光 有些地方 家裏的地方真的看不到 都會很容易跌倒 亦是盲點的 另外就開始勉懷過 家裏有很多垃圾東西 有些東西不會去處理 或者丟掉 存在很多 家裏可能幾百尺的地方 讓它走到的地方 其實只有幾十尺 其他擺滿雜物 這些都會增加到 會增加到的風險 當然增加到 當然不是每個長者 都會這麼容易增加到 通常我們有很簡單的screening 其實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這個當然是大於65歲 其實問一問自己的問題 過去十二個月 有沒有試過增加過兩次 或者今次做這次檢查 問一問 是否只會增加到來看 另外看看自己有沒有身體問題 是會導致下肢無力 或者平衡影響 譬如中風、柏金遜 或者老人之外 當然是隨便一件事有 其實就有高風險了 或者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就是一個起立行走測試 今天有一點點… 可能真的退化了 聽不到 其實就是一個起立行測試 很簡單的 其實就是一張椅子 然後就要被測試 然後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就起椅子前面 開始了… 測試70指数 測試70指数 和測試0測試 就 ně可율幾乎 the test only requires a few items a chair with a solid seat and flat back a stopwatch a measuring tape or ruler a piece of tape or chalk regular walking shoes and any assistive device you use to walk such as a walker or cane to set up the test your physical therapist places a chair in an open space measures 3 meters or 9.8 feet from the front edge of the seat and marks that distance on the floor to start the tug test sit in the chair with your arms resting comfortably and your hips positioned all the way to the back of the seat when the therapist says go you will be timed as you rise from the chair walk the distance to the 3 meter mark turn around return to the chair and sit down the recorded time on the stopwatch is your tug score which provides a general idea of your mobility status you can perform the tug test at home if your doctor or physical therapist gives permission but never perform it alone if you have significant mobility or balance issues the tug test has the most value when used on an ongoing basis to assess any improvement or deterioration in your mobility 就是这么简单 起床 走三米 回头 坐下 整晚了 这个很健康 大家在座这么健康 来到看 都是健康的 可以回去自己试 14秒 当然14秒 我们就为合格的 就是14秒内 走到 就没问题了 一个screening test 当然 有些比较虚弱一些 或者年长一些的长者 可能会是不太稳定的 所以我们要走 我们评估了 他在20秒内都能走到 其实我们都可以让他自己独立 就是不用拐掌那些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走到30秒的话 才能走到 多过30秒 他就可能要考虑一些附在义 比如拐掌 或者是有人走 甚至可能再差一点 可能走不了了 要轮椅了 好了 我们讲完测试 我们讲如何避免 避免运动了 这就是雷博士的专项 就是常常都叫人运动 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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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衡运动呢 太极真的有研究做过是很有用的 大家当然真的有 大家有打开太极的 都知道 在平衡方面 还有连肌力量和内力方面是很有用的 另外外国会有一个 奥塔哥课程式计划 就是奥塔哥运动 会讲一讲的 最好做运动就最好每天 每个礼拜最少两次 当然打开太极的朋友 都不会这么少 一个礼拜起码都每天打 它是会增加肌肉力量和内力的 但是另外有一些 运动坊间就有些可能叫做 Bitchwalking 即是叫做急行 急走那些 其实就不是这么建议 因为始终 当然就有些独立行 始终急行 年轻就可能有用 但是在年纪大 始终那个环境问题 你不知道 就是浪面环境 其实会有一个风险 跌倒的风险 所以这个就不是太建议 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人而异 假如大家这么健康 就当然没问题 但是有些是认知障碍的长者 或者他本身的活动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就不会 一开始就会做一些 比较高能量的运动 会慢慢循步远进的 好了 刚才说到这个 奥塔高运动是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纽西兰研发出来的 它就发现原来长者 普通的行路 即是普通散步 还有自己家里有花园 正经花花草草 就对他年纪大的肌肉流失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帮助 虽然我有做运动 不过天天起到 剪花淋水 但是就帮不了 其实里面是有17种的运动 包括有些平衡和练肌肉的力量 那个研究就说可以自己做 当然学会了可以自己做 或者小组一起做 这个整个研究大概做了一年 他就说 当然参与者是减少的跌度 可以去到三成半到四成的 那我们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其实分两部份的 第一部份是先做一个评估 第一是看看那位长者本身 他一般的病历 一般的记录 看看是否有什么病历 另外就看看他的肌肉能力的评估 分别有做两个 就是一个30秒起站测试 还有一个死阶段病人测试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 swinging test 30步起立测试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 就是坐在椅子上 双手交叉起胸口 坐下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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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在这里做了 我想这张椅子也不是不认真 大家可以在椅子上去做 其实就要跟回年龄的 30秒内 看看做到多少次 最多的 当我现在是73岁 我是男性 那天我做到八次 就是做八次 看回那个表 其实现在做到八次 你看回这里 其实73岁就不行的 因为我至少都要做12次 其实就不合格的 其实就跟回大家的年纪来做 这个可以回去大家自己做一个测试 另外一个就是四阶段平衡测试 其实是看平衡力 刚才是看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这个就是测试一个平衡力 很简单 其实都是四种站的姿势 第一个就是两只脚一起站起 每个都是做10秒 第二个就是入字脚 其实是一个脚尖 就插到另一个脚宫 就是这样 所以是有少少入字脚的 这个就是站起 当然旁边就不要扶持 第三个就比较难 就是前后脚站 这个 我都差一点 我都很可能要找一只怪尽 第四个就是单脚站 站10秒 做这个测试 看看那位长者 可不可以去到哪里的平衡力 接着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program 给他 其实有五项的力量训练 还有十二项的平衡测试 大家看到其实很多都跟刚才 Ms. Chan 和刚才的郑医师那些运动 其实很类似 其实最主要都是做下盘 就是下支的稳定性和力量性 详细就不在这里提 大家知道 接着就是一个暴行的训练 暴行训练其实是每周 每个礼拜行两次30分钟 其实都很厉害的 行30分钟 当然有时候病人不行 可以分断的 每次行10分钟左右 我们再休息一下再行10分钟左右 好了 避免除了运动之外 均衡饮食也很重要的 其他人不说 我特别说一下这个维他命D 原来有研究发现 维他命D真的会减少 那个跌倒的风险 因为维他命D和钙质吸收 是相互相成的 其实钙质在香港来说 其实都应该很少人说不够钙 因为基本上香港三面环海 其实大家有吃海产也够 另外就是豆腐 香港人都喜欢吃豆类的东西 但是维他命D这件事真的有点 因为当然只吃钙片 钙就不用 你找些维他命D去帮助 就不太好 但是维他命D其实 身体其实可以自己制造 需要曬太阳 但是我知不知道为什么香港 尤其是女士 就好像对太阳有仇 经常要包到好像中东这件事 但是其实曬太阳是好的 当然有一些病人 可能他们真的要吃维他命D的补充 尤其是老人院那些 因为他们本身不会经常呆出 而且他们经常呃躺 他们可能都会用这个补充剂 另外有些刚才看到的 有些药物反应 有些药 年纪长者没办法 有时真的有很多其他病毒 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药 小心有些药会令到 那个会容易头昏、昏睡 我这里特别说的 精神科的药物 长者会比较危险 有些是控制情绪 或者不能睡觉 或者一些认知障碍 通常那些医生或精神科 会开一些不同的抗疫不药 抗精神科药 还有一些安眠药 那他那时吃完 真的会是纷纷肉碎 会比较容易跌倒 所以这个会要小心一点 另外是视力障碍 这个真是老老实实 其实我看东西也看得不清楚 因为是老花 除了老花在年纪大 另外一个就是白内障 白内障就开始 眼睛中间就开始白发了 开始看不到 但是有时 通常它们不会在一起 它会逐一线 但是一开始这个情况 我都建议大家尽快去看眼科 因为白内障会影响大家的视力 之后会容易跌 另外刚才说过老花 那老花呢 视面上就会有老花镜 一镜过的 就是上下不同焦 但是这些就会有风险 尤其是看下面的时候 因为下面的视野会窄了 和和上面不同的 除非你就算用占进色 也会有影响不习惯的话 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 真的会有一些风险 所以为什么当时出外戶外活动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建议用那些老花镜 就是双照镜或者变照镜 用单照镜 就是用一只镜 最多你到时看东西就脱了 总是你用带 尤其是户外活动的时候 好了 家居安全 家居安全就是 刚才说过保持畅通 保持地 不要那么多杂物遮住 尤其是那些镜 厨房、厕所 因为香港法律一定会有一条镜 防止水流水流出厅 这些镜就像这些 最好用鲜明的胶条 表示出来 因为我知道装修可能要美轮美会 那里要天地一色 或者下面就分不了 但是在长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风险 尤其是可能晚上 长者会多些起床去厕所 他看不到就很容易卡住 当然是那些镜的时候 就要做多些鲜明的标记 另外就有些家居 那些椅子最重要是要稳稳 桌子 就千万不要用那些 尽量避免用那些绿椅 还有摘椅 即是那些大扳椅 那些摘椅就比较风险 因为它始终会是 有动动的教 其实就不那么稳 最好的椅子就吃起脚 有扶手的那些 那就最好了 另外就足够的照明 尤其是最好有夜灯 床尾夜灯 另外是厕所 厕厨的安全 因为厕所和厨房 多数香港人都会用砖的 当然是选择 就选择一些防滑的砖 假如砖不防滑 你都可以黏一些防滑条 尤其是厕所的那些 肉干就会比较滑 就会比较滑 另外就可能要加扶手的那些 大家也要考虑一下 那衣服 衣物就不要太紧 因为太紧也会影响它活动 太松呢 松痘痘痘痘 好像看那些古装片那些 很容易卡住 那些尾也要小心一点 好了 最后讲到 假如真的不慎跌倒了 那怎么办呢 第一就是 定 keep calm 淡淡静有浅静 受伤了 已经受伤了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经常都说的 只舍 真的舍了 我们不要再伤下去 看家里 因为家里通常跌倒 自己都是醒的 那自己看看 可以家里是清醒的 可以看看四肢没什么损 尽量可不可以自己起身 找些坚硬 即是坚固的 椅子或桌子可以爬回来 当然有时候痛得太紧 不行 就不要勉強了 尽量是可以去到 Reach的电话那里求救 或者用平安中求救 那当然有伤可要洗 那无论如何 跌完之后 觉得起身没什么 我睡个觉算了 不好 因为有时候老人家的骨髓 真的损了自己都不知道 都尽快要去看医生的 好了 到最后也是这句 这个也是借以前一套金融片 问为什么我们会跌 那无论在跌期间 无论是医疗上 或者人身上跌 其实都不是那么可怕的 我们尽量都要尽量 想办法起身 好了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